克不了瓜子的忧伤,开合的诊断及治疗 我们知道,在大家吃瓜子的时候呢,是需要用门牙来将瓜子加破 这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 但是,有少部分人群,他们是没办法吃瓜子的 因为他们的门牙根本不能接触 这些人到底患什么疾病,怎么患病的 以及如何去实现他们克瓜子的疏愿呢 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开合的诊断和治疗 本节课的内容包括开合的概述 开合的病因,开合的诊断,以及开合的治疗 开合在临床上表现为上下牙裂 在正中合胃和下合各类功能运动的时候 部分牙在垂直方向上没有咬合接触 如图所示,患者在牙间交错位时 部分牙是不能接触的 右侧图显示后牙不能接触 左侧图显示前牙不能接触 开合包括前牙的开合和后牙的开合 我们本节主要讲解前牙的开合 下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开合的病因 开合是一类多因素的撮合机型 目前认为开合主要与遗传因素 生蛇吞烟不良口腔习惯 以及腋下和关节疾病等相关 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病因是 生蛇吞烟和云直等口腔不良习惯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我们的核骨形态特征和我们的父母类似 遗传因素决定核骨的生长性 开合的发病机制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前牙,前牙朝高度萌出不足 或者是后牙,后牙朝高度发育过度 如图所示,遗传因素决定 患者前牙,牙朝骨发育不足 引起前牙位置相对萌出不足 从而在临床上表现为前牙开合 一些口腔不良习惯可以引起开合 例如生蛇吞烟 患者在吞烟的时候 习惯生蛇放在上下前牙之间 其机制如示意图所示 患者在吞烟的时候习惯生蛇吞烟 长期以后蛇肌就会引起前牙的唇群 和前牙垂直方向上的间隙出现开合 如图所示,患涅下核关节疾病的患者 尤其是骨关节炎的患者 其科突可能会存在吸收 当吸收较为严重的时候 就会引起下核生肢的变短 吸收后的科突在生蛇肌群的作用下 向关节奥方向移动 从而出现下核股的顺时针旋转 下核股顺时针旋转 就会引起仅有后牙接触 而前牙就会出现开合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了解开合的诊断 开合的诊断包括病史询问 颜貌检查,影像学检查和模型分析 当我们首次接诊患者的时候 我们需要询问患者是否有生蛇吞烟等口腔不良习惯 以便我们在制定治疗方案时决定 是否需要改正患者的不良口腔习惯 如图所示,左侧患者他就没有生蛇吞烟的习惯 而右侧患者就有生蛇吞烟的习惯 另外,我们需要询问患者是否有开合的家族史 这对我们制定症疾治疗方案 以及了解其遇后有很大的帮助 通过颜貌检查 分析患者面下三分之一的高度 以及下颌骨的生长型 便与我们评估患者开合的严重程度和鉴别骨性 还是牙性开合 如图所示,两名患者均为开合 但是左侧患者面下三分之一较为正常 而右侧患者面下三分之一比较长 是长面型 从侧面观 虽然两名患者均为垂直生长型 但是右侧患者更为明显 因此我们通过颜貌检查 可以初步断定 左侧患者的开合偏向于牙性开合 而右侧患者的开合偏向于骨性开合 通过影像学检查 尤其是头侧位偏的分析 我们评估患者的生长型 面下三分之一高度 以及前后面高比 通过一系列的投影测量分析 我们可以评估患者开合的严重程度 以及鉴别开合是骨性还是牙性开合 如图所示 两名开合患者 右侧患者的开合较左侧 更为严重 下颌骨生长型更偏向于垂直 而且下颌角更大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投影测量判断 左侧患者主要是牙性开合 右侧患者主要是骨性开合 这对制定患者治疗方案 有一定的提示意义 左侧患者可以通过单纯的症肌治疗 矫正开合 而右侧患者就需要配合 症和外科手术 通过对患者模型分析 评估其开合的大小 以及开合的严重程度 如图所示 左侧患者开合的范围是2到2 而右侧患者为4到4 范围更大 通过开合的严重程度 提示患者更偏向于骨性 还是牙性开合 左侧的患者更偏向于牙性开合 而右侧患者更偏向于骨性开合 在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开合 开合的病因以及诊断以后 下一步就是开合的治疗 开合的治疗策略包括症肌治疗 压低后牙和深藏前牙 配合口腔不良习惯的改善 以及配合正合外科手术治疗 开合的症肌治疗 主要是通过压低后牙和深藏前牙 当后牙被压低 下合就会发生逆时针的旋转 开合就会得到一部分的改善 配合前牙的深藏 该患者的开合就可以得到改正 这个患者的开合主要为牙性 我们通过摇乙公加前牙的垂直切影 同时压低后牙和深藏前牙 其开合很快就会得到改善 整个症肌治疗疗程为十个月 对于有生蛇吞烟的开合患者 我们通过教育或者让患者陪戴 蛇刺等口类装置 终止生蛇吞烟的习惯 前牙的存寝度可在存疾的作用下 逐渐恢复正常 进而改善开合 对于骨性开合的患者 我们需要配合正核外科手术 首先要行上合骨 雷弗图问的脚骨 去除上合骨后段的部分骨质 抬高上合骨后端 然后经下合骨逆势针的旋转 就可以改正开合 下面我们一起回忆一下本节课的内容 首先我们要掌握开合 使上下合牙裂在垂直向没有咬合接触 开合的病因包括遗传因素 口腔不良习惯 涅下合关节疾病 开合的诊断包括病史询问 颜貌检查 影像学检查 模型分析 开合的治疗包括 深长前牙 压低后牙 改正口腔不良习惯 和配合正核外科手术 谢谢大家